我和老公是同学介绍认识的,他长得高大帅气,而且很会讲笑话,但我开心。 我俩交往一年就结了婚,老公家里是农村的,没钱没房子,我都不在乎,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有感情吗? 婚后半年老公开始加班出差,回家还暖暖无乐,我十分担心他,问他怎么回事,老公就说是忙着升职,压力太大,我也帮不上忙,只能每天去他公司送盒饭,给老公加油打气。 没多久,老公的上司过生日,老公带我去参加,我挺开心的,老公让我好好打扮,还准备了礼物。 但桌上老公的上司很热情,他主动坐在我旁边,不断给我加菜,还给我讲笑话。 我以为他很欣赏我老公,吃完饭我们一起出来,老公说临时要加班,他上司喝多了,老公不让我回家,反而让我去送他上司。 当时我就猛了,老公这什么意思呀,大半夜的我一个女人家,遇到危险怎么办? 我不同意,老公就偷偷给我发消息,我,上司之前见过你,他很赏识你,我能不能升职,就全靠你了。 难道,你不想买您拍衣服包包了吗? 这话什么意思,我一下就懂了,我俩才刚结婚,他就出卖我,这算什么男人呐,我要买名牌也不必用这种手段吧。 我借口有东西往外酒店,趁机人也逃走了,老公也因此没能升职,反而被穿小鞋,现在他每天和我吵架,婆婆知道后还骂我没用。 孩子生不住,还不能帮助老公升职发财,我就说那离婚,老公傻眼了,每天求我,各种认错,可我觉得这狗改不了知识,坚决离婚,婆婆就骂我二手货。 大家说说,我不该和这样的男人离婚吗?还有我这婆婆,她就是不拿我当人看吧。 大家说,我不会和这样的男人离婚,婆婆就骂我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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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离婚,婆婆婆就骂我一人离婚,婆婆婆就骂我一人离婚,婆婆婆就骂我一人离婚,婆婆婆婆就骂我